欢迎收听 我当鸟人的那几年 第二百集 张士飞被摔得喘不过气来 只见李莱英跪在他的身前 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 对着他抽气着 太好了 太好了老长 我对不起你 我 我个屁呀 张士飞叹了口气 他望了望自己这兄弟 哭得好像个熊孩子似的 心中怎么也恨不起来 反而有些欣慰 你哪对不起我了 李莱英听他这么一说 竟然丝毫没有预兆的 抽了自己两个耳光 然后哽咽的说道 都怪我 是我害了你 都是因为我 所以才会搞成现在这样 行了 别磨叽了 张士飞叹了口气 我又没怪你 不 可是 你这样就是因为 张士飞笑了一下 尽管满嘴的血腥 但是这笑容却出奇的坦然 因为我们是兄弟啊 还用得着说这些吗 兄弟 多么踏实的字眼啊 李莱英愣住了 然后双手紧紧的捂住了脸 放声大哭起来 他的哭声 却并没有显得多么凄凉 反而给人一种释怀的感觉 兄弟是那个在你背后默默支持你的脊梁 兄弟是那个平时跟你互相对骂的嘴巴 兄弟是那个跟你通宵游戏到天明的双手 兄弟是那个永远不会抛弃你的朋友 不管有多远 不管有多难 不管是在酷暑的夏日 不管是在飘雪的冬天 不管是在你开心的大笑 不管是你在含泪时候的低头 不管是在没有尽头的梦境 不管是在人际罕至的营州 只要你回头 兄弟始终在你的左右 就因为这一句话 李莱英终于释怀了 张世飞并没有死 他也没有恨他 因为他们是兄弟 就在他放下 似乎已经背负已久的重担之后 心中的记忆也一点点的恢复了过来 他开始意识到 这里并不是现实 虽然疼痛 但是此时张世飞心中却是一片温暖 李莱英终于回来了 自己真的把他救回来了 跟这个比起来 胸口的疼痛又算得了什么呢 张世飞躺在地上 望着头上的蓝蓝的天空 终于过去了 他心中忽然想起了那个老分头文书 对他讲的那个故事 那个叫做韩友的道士 就是发现了他那入魔的朋友 最珍贵的东西 所以才将他救出魔道的 现在想想 李莱英最珍贵的东西 张世飞也找到了 他感觉到很开心 这份喜悦冲淡了疼痛 可就在这时 忽然他发现 李莱英的背后出现了一个人影 张世飞顿时大惊失色 那个人就是之前捅了张世飞一刀 之后又被李莱英捅了一刀的家伙 他竟然没有死 而且浑身上下还弥漫着妖气 魔种这个词语 猛的从张世飞的脑子里浮现 只见这个家伙从自己的胸口处 拔出了那把刀 然后面无表情的 朝着李莱英的后背 炸了下去 小心 张世飞此时已经没有气力爬起身 顿时是焦急万分呢 眼见着这把刀就要捅在李莱英的背后 果然呢 这个魔种已经意识到了 无法再去猛逼李莱英 就要动杀手了吗 但是呢 这一刀并没有伤到李莱英 李莱英跪在地上 就在那刀子要到他的脊椎时 猛的将右手向后一甩 一把就抓住了那个魔种的手腕 他的气力齐大 把那魔种的手腕捏得嘎巴脆响 那个家伙根本就无法逃脱 只能张嘴哇哇怪叫 张世飞见到这一幕 就完全地放心了 因为就在这一刻 那个猥琐的胖子 已经回来了 果然 只见李莱英 用另一只手擦了一把脸 两只小眼睛 炯炯有神地望着张世飞 并对他说道 受苦了 老张 少说没用的吧 唉 他叹了口气 他确实累坏了 赶紧的 现实里面还有一大堆事 等着咱们去弄呢 那个魔种的刀子掉在地上 疼痛使得他不住地 踢打着李莱英的后背 但是却并没有对李莱英 造成任何的伤害 只见到李莱英 对着张世飞点了点头 看来 我睡了很长的时间了 事不短了 得有一个多月了 唉 那也确实该醒了 说到此处 只见李莱英眉头一束 久违的仙谷气息 瞬间回到了身体之中 那个魔种 被这仙谷之气触及 顿时发出了滋滋的声音 然后浑身也跟着冒起了烟来 李莱英依旧没有回头 他一咬牙 那红光瞬间 沿着那魔种的手臂 蔓延到了他全身 在仙谷的摧残之下 那魔种发出了犀利的惨叫 没过多久 便已经化成了一堆飞灰 张世飞这才松了口气 李莱英心中的这个魔种 终于被铲除了 接下来就是要考虑 该怎么回去了 也许是他多心了 他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本就是那李莱英的那些深处 由魔种控制 如今魔种已经消失 这里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就在那魔种灰飞湮灭的一刹那 四周的景象 就开始慢慢的变暗 张世飞知道 这是可能要回到自己的身体里了 于是呢 他便用尽最后一点力气 对着李莱英说道 老李 等会儿醒了 你什么都别问 直接认出 记住了 李莱英有些纳闷啊 认出 什么认出 你别管了 咱们现在在蛇洞 话还没说完呢 四周就一片漆黑 李莱英的声音也听不见了 张世飞自然也说不出话来 眩晕的感觉再次传来 于是他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 心想到自己在这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外面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张世飞失去了知觉 他自然不知道 在外面的树林中 夜幕依旧继续着 树林之中静得吓人 由于这一群不速之客的关系 林子中的鸟兽早已四散而逃 树叶哗啦啦的往下掉落 转眼已经淹没了脚踝 扑的土地厚厚一层 崔先生坐在那树下 与卵妖们对视着 他们谁都没有发出任何的响动 崔先生看了看一动不动的张力二人 又抬头望了望头顶的夜空 眼看着漆黑的夜幕即将变成暗蓝色 再过一会儿就要亮天了 如果张世飞没有来得及赶上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战争就要开始了 崔先生想到了这里 便起身晃了晃胳膊和腿 一心心没有说话 两人对视了一眼后心照不宣 那燃熙见这个人类有了动作 便轻声的问道 终于按耐不住了吗 我腿麻了不行吗 说到这儿 崔先生便旁若无人似的伸出双手 揉了揉自己的两条小细腿 那燃熙见他这样 竟然跟他说道 看来你平时也不爱活动身体啊 有何 这话让他说的 崔先生有点惊讶呀 心想着你这妖怪抽的什么疯啊 现在这个时候怎么会忽然冒出这么一句 于是崔先生便转头看了看 那被黑气包裹的严严实实的燃熙 看不出来 你还挺有经验的呀 老中医了呀 不过你不认为这个场合说这些有点不着调吗 他的话略带戏谑 但是里面也夹杂了几分碳式的成分 那燃熙轻叹了一声 你很像一个人 那一心星听燃熙这么一说 便一咧嘴 然后对着崔先生小声的说 这不废话吗 你本来就是人的 我靠 我知道了 他在骂你呀老崔 崔先生没有搭理一心星啊 他知道一心星这时候是呆病又犯了 于是呢 他便对那燃熙说 像谁呀 能不能跟我说说 崔先生之所以这么问 是他觉得这件事啊 有些蹊跷 包括这些卵腰的人性化 以及他们的智商 还有他们的目的 完全就是个谜团 难道真的会像之前十二所说 他们只是想要单纯的成为主宰吗 不对 崔先生想到这儿 觉得这件事情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这其中一定是另有眼情 这燃熙说我像一个人 那就是说 之前他也遇到过类似的人 该死啊 这个燃熙的身上到底还有多少谜团呢 怎么到了现在 依旧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呢 崔先生望着那燃熙 希望在他的身上得到更多的线索 但是呢燃熙却轻声说道 我不想说这些事情 你也不用再费力的套我的话了 现在 咱们来探讨一下正题吧 妈的 还是这么人性化呀 崔先生笑了一下 一时间他竟然有了一种 其实自己对面的家伙 根本不是妖怪 而是人的错觉 难道他真的不是妖怪 崔先生忽然冒出了一个很大胆的猜测 要知道妖怪这种东西 不管是那些山精野怪 还是家仙野仙 都不可能这么的人性化 因为他们或多或少的 都会在身上残留一丝的野性 所以只要用心 还是可以辨认出来的 崔先生同妖怪打交道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他已经养成了这种直觉 可是他却没有在这燃熙的身上 发现一丝一毫的野性 更有甚者 那些高级卵妖的身上也同样没有 这可就真奇了怪了 到底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啊 崔先生望着那燃熙 他身上冒出的妖气如假包换 是没错啊 可是为什么会感觉这么不对劲呢 崔先生觉得自己好像是忽略了什么一样 不过呢 也没有时间给他去琢磨这件事了 见到燃熙发问 崔先生便回答 你想说什么 燃熙开口呢 现在离天亮还有很短的时间了 朝阳出现 我们就要动手 所以 现在我想给你们几个意见 行了 你不用说了 威胁的语言全都大同小异 咱们都有各自的坚持 谈不拢就用武力吧 等到天亮如果还没有结果的话 我俩甘愿跟各位好好玩一玩 听他这么一说 那燃熙竟然叹了口气 真是猜不透人类 明知道要死 却为什么要坚持呢 你猜不透的东西啊 还有很多 就在说话间呢 已经是凌晨了 天空已经渐渐的亮了起来 森林之中的事物 也跟着渐渐清醒 一星星站起身 喀巴一声 将自己的夹手手腕掰了上去 然后用牙咬开了一瓶矿泉水 将其尽数倒在了自己的头上 以致让自己清醒 顺带呢 还洗脸了 卵腰一方也开始有了动作 尽管的燃熙没有开口 但是几个卵腰 却已经暗自的动用了腰气 本来因为吹不进风 而闷热的树林 此时是暗流涌动 李莱英和张世飞 依旧没有动 他们身边不远处的双方 全都心知肚明 用不了一个小时 这场战斗就要开始了 见天色越来越亮 那卵腰之中的初二 首先沉不住气了 只见他对着崔先生大吼道 还等什么 来吧 还是你不敢 崔先生冷笑了一下 然后将手伸进了背包之中 他刚想说话 那燃熙竟先开口了 他淡淡的说道 不要说话 可是 那初二欲言又止 而就在他说出这俩字的同时 燃熙身上的妖气忽然变得强烈起来 只见他淡淡的说道 我的话你不听了吗 初二没敢再废话 其他的卵腰也不敢再言语了 只见燃熙说道 人类 现在最后给你个选择 是抵抗 还是投降 天马上就要亮了 崔先生知道已经撑不过去了 便一边从自己的背包中 取出了那把 由黑布包裹着的铜钱剑 一边说道 没啥好说的 打吧 说出此话的同时 他跟一新星两人 便一起将精神提高到了顶点 那条围绕着崔先生身体的黑蛇飞速的转动 卷起了地上的落叶 漫天的落叶飘飘扬扬 而一新星没有着急发动三顿纳身 他很是配合的 有缝隙的钻进了崔先生的黑蛇支气的圈中 半跪着将右手平伸 黑漆漆的炮筒对准了燃熙 燃熙一白手 那些卵妖们也各自爆发了邀请 一时之间 树林之中狂风大作 战斗以蠢激发 来吧 一新星大喝了一声 燃熙没有动 那些卵妖们一窝蜂的扑了上来 就在一新星马上要拉掉引线的时候 忽然一声喊叫响起 住手 这声音是张实飞的 崔先生和一新星心中大喜啊 但是现在要住手已经来不及了 眼见着那个初二已经扑了上来 如果放任不管的话 一定会吃大亏啊 所以一新星没有迟疑 当机立断的将手里的那根小白绳 用力的这么一拉 轰隆一声巨响啊 那初二被炸飞了出去 浓烈的火药味传来 由于一新星破甲神雷的关系 树林之中一时是烟雾弥漫啊 那些卵妖没有迟疑 想要继续进攻 可就在这时 烟雾之中两道光芒闪过 一道红光一道蓝芒 齐刷刷的出现在了崔先生 和一新星的身前将离得最近的那个初三 硬生生的避开了老远 双方这才停下了攻击 不一会儿烟雾便散去了 张士飞和李兰英两人表情坚毅的出现在了双方的中间 崔先生这才叹了口气 张士飞回头看去 只见一新星对他呲牙一笑 而崔先生也微笑着对他伸出了大拇指 他们终于赶上了 东方开始泛白了 大片大片的云彩便燃成了略微发粉的颜色 虽然太阳还没有出来 但是天色却已经亮了 现在距离朝阳出现 只剩下不到半个小时了 一声炮响在山谷之中回荡 打远望去 那树林之中飘出了片片烟雾 一股火药的气味弥漫 要说这片森林之中的动物今晚确实很倒霉 一夜之间受到了数次的惊吓 现如今呢 全都闪得是无影无踪了 燃熙这一次再也无法淡定了 只见他略带一丝惊讶的说道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一个入了魔道的人竟然恢复了理智 很明显 这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 李兰英入魔已经是摆上钉钉的事情 被小八中了魔种 心魔发作 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傀儡活死人 可是如今这个小胖子竟然活蹦乱跳的 明显恢复了神志啊 其余的几个卵妖同样十分的惊讶 话说回来 其实在他们的心里啊 这场战斗早就结束了 毕竟纵使那张士飞如何的强 说白了 他也是个人呢 而李兰英却是一件没有感情的工具 就像是人跟手枪一样 手枪可以毫不留情的打人 但是人可以毫不留情的撞枪口吗 那初三由于舌头被割掉 已经无法言语了 但是他的眼神之中 却是惊讶万分 他这种表情 其余的几个兄弟或多或少的都有 只有那初十没有 初十见到李兰英又恢复了神志 竟然躲在最后笑了 也不知道他笑的是什么 怎么不可能 张士飞回到了自己的身体之后 之前的那些伤语疼痛 消失的无影无踪 他将仙谷爆发到最大 蓝光遮体 然后面露笑容 在我的字典里面 没有不可能 崔先生塌了口气 哎 行了 别说废话了 给你 张士飞回头 只见崔先生将脚边插在地上的那把 唐刀拔了出来 然后丢给了张士飞 张士飞一把接过 苍狼一声 唐刀出鞘 只见张士飞将那唐刀平举 刀刃对阵的燃熙 我赢了 那燃熙没有说话 这时的李兰英才转头 然后小声的问的崔先生 分头 咱们现在在哪啊 这怎么回事 他们是谁呀 他们自然指的是燃熙的那一伙了 崔先生看着这个浑身脏兮兮的胖子 见他似乎对入魔以后完全没有了记忆 便对他说了 说来话长 咱们现在不在哈尔滨 而你眼前的这些家伙 就是平时总说的燃熙一会儿了 听到这话 李胖子嘴都喝不上了 悲催的他 虽然知道自己好像是被什么家伙 给坑了而入魔了 说起来吧 他之前的记忆还停留在自己家里呢 他只记得自己躺在床上睡觉 日后呢 好像是做了很长的一场梦 虽然他已经明白了 之前的那个不过就是一场梦 但是现在醒了 竟然出现在了这么莫名其妙的地方 这让他或多或少的 真就有点接受不了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李胖子觉得自己之前的那场噩梦 如真似幻 自己醒了以后 浑身竟然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力量 他也不知道这些力量是从哪来的 他明白 自己做梦的这段期间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尽管他很好奇 但是呢 却也很识趣的没有再追问 因为他信任自己身边的这些家伙 完全的信任 既然他们说了眼前的这几个骨骼 惊奇的家伙 就是燃熙一伙 那现在一定是十分紧张的局面 所以还是等安全了的时候 再说吧 那么眼前的大战究竟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还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